伴你读书,共享精密好时光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安班兰若的文章 真正的成熟,追求向往美好,接受包容残缺 文章来源,名声周刊 何谓成熟 于秋雨的散文集《山居笔记》中 有一篇文章,苏东坡突围 他在文中写道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一种圆润而不逆耳的音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 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 一种不理会轰闹的微笑 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 一种能够看得很远 却有并不陡峭的高度 诚然,成熟 是笑看花开,但看花落的坦然 是谦逊而温润的态度 是自信而平和的心境 一个成熟的人 总会给人踏实的感觉 如木春风 无需招摇自成风景 而真正的成熟 意味着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也意味着对残缺的接受和包容 有人说 人生就像一支铅笔 刚开始的时候 总是削得很尖 锋芒毕露 正如我们年轻的时候 血气方刚 意气风发 恨不得一日看尽长安花 不禁意间 岁月渐渐磨平了 我们的棱角 不是变得圆滑了 而是被时光雕琢的 越来越圆融 越来越通透了 当一个人越来越成熟 就会发现 能够说出口的委屈 越来越少 值得炫耀的东西 也越来越少 整个人 会越来越低调 越来越从容 越来越平和 成熟 不是变得软弱 不是变得世故 而是学会原谅过往 学会珍惜当下 面对纸摘和非议 面对痛苦和伤害 不会轻易妥协 也不会一味地去争辩 懂得事实沉默 用微微一笑 代替哭哭闹闹 历尽千番 不然岁月封尘 知事故而不是故 才是最善良的成熟 毕书敏在 《月尼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中写道 任何一颗心灵的成熟 都必须经过寂寞的洗礼 和孤独的磨练 人类的很多喜怒哀乐 并不共通 也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 每个人 都在自己的世界里 无声地吐纳呼吸 所以成熟的人 不再向外寻求安慰 而是回归内心寻找力量 成熟 是不再抱怨 也不再逃避 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明确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不再好高骛远 而是脚踏实地 学会在孤独中积蓄力量 摔倒了 自己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灰尘 继续前行 波望子菲薄 也不自命清高 人生路上有得有失 红尘末上有聚有散 那些我们经历的事 那些我们在乎的人 那些令自己感动过的情 渐行渐远 渐无息 而我们 也总要经历一些伤痛 才能学会成长 才能变得成熟 成熟 便是拥有一颗平常心 拿得起 放得下 看淡世间沧桑 内心安然无恙 生活 如果 很爱 他会有阳光和喜悦 也会 有苦难和艰辛 有的人 经历了人生低谷 便一觉不振 不再相信别人 不再相信生活 也不再相信自己 而有的人 纵使生活千疮百孔 也依然在心中坚守希望 就像在绝境里逢生 开出一朵素雅的花 不张扬 不喧闹 却依然暗箱浮动 最高境界的成熟 便是历经岁月坎坷 依旧热爱生活 成熟 不是新变老 而是繁华过后的淡定 是历经磨难之后的从容 是一世而独立的安静和优雅 成熟 是千帆过尽 依旧心怀赤诚的善良 知事故而不是故 丽圆华而迷天真 成熟 是内心的自信和笃定 经历了风风雨雨 却依旧云淡风轻 成熟 是一种豁达和宽容 不再斤斤计较 懂得原谅和释怀 成熟是一种智慧 就像成熟的水道 垂下倒碎 不是向现实低头 而是以一种谦卑的姿态 感恩土地的普遇 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做一个成熟的人 一半向往美好 一半包容残缺 如同一棵开花的树 一半扎根泥土 一半飘摇风中 在风雨中成长 在阳光中挥洒兴香